大家好,我是火飘胖子,我们继续开一个箱。今天早上拆了个快递,还没剪。昨天好几个快递视频也没点,最近都没更新。这个快递拍了,要去推薪视频了。 这些事啊,今天在店里啊,兴趣的在店里还做了几千块钱生意。 哎,忽悠老头,卖了一批康熙。 亏他也不会亏,就是我不想要的东西嘛,便宜点卖点。 这一堆是什么东西,你们看一下吧。 最近我感觉,节奏要降一下,最近的节奏有点快。 觉得有点快,买的东西就,价格就把风的不太好。 有些可能卖不好的话会亏钱。 最近买了一堆全员五十,全员五百。 嗯,感觉可能我好得赔一点。 在处理这些事,也挺麻烦的。 嗯,看看啊,这个我以为能够打八十五分的,就打了个八二啊。 八十五分的话,我两千四还两千三买的吧,就是一个小漏。 结果呢,打了个八二。 华夏八二的话,其实,就不太好卖了。 就大概率就挣不了钱了。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个和我这个板膜一样的,状态也跟我这个差不多。 我又差点去拍,我也觉得是八五很稳的。 这个呢,我觉得它给我八二的原因呢,其实也很简单。 就是这个钱啊,有点太脏了。 你想这些地方,它有点太脏了一点,知道吗? 对,就有点脏了吧。 有点脏了之后呢,就怎么看呢,都不是太舒服。 就没有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。 对,但是这个钱其实,状态还是蛮不错的。 就是有点脏。 就是你看这个人物啊,什么的,都有一点点脏就是了。 有点脏的后果就是,嗯,怎么说呢? 就看的不会太舒服。 怎么看脏的嘛,就那种感受啊。 所以呢,就分数给的也不咋的。 我在想是不是要把这些地方给它清洗一下。 那会好一点,就把这种脏的颜色给它去点,要不靠膜。 磨也是一个办法,就是拿那个沙纸这样磨一下,打磨一下。 打磨一下,这种颜色也会消失掉。 然后再养一段时间,它的看的视觉效果就很好啊。 但你不磨的话,就有的时候就很尴尬。 对,你看这个地脏都非常的漂亮,看到吧。 这种是原汁原味老味道的。 它很难做到这个颜色完全一致。 但是它颜色不一致的情况下,它就看了就很不舒服,知道吧。 对,它没有办法体现这种美感。 但洗过的呢,它很干净,然后它的美感呢就会比较好一点。 所以我在很纠结,要不然我给它稍微处理一下。 毕竟它是82分嘛,再怎么处理它亏不了价钱。 85的话我就不动它了。 一定也是82,就很尬这个东西。 它这个东西就是差一点点85的那种。 很尬,很难受。 但你打不出85的话,你就挣不到钱这东西。 大概率还得赔。 82的话,价格我就买的有点偏贵了。 对,它有两个败笔。 一个是这个正字有一点点糊,但这个不是完全糊。 还能看出正字的这个轮廓和结构。 第二点呢,就是这个面上的这个东西,它有很多的就是黑的地方。 然后这种黑在这种动物的脸上,视觉效果不太一致。 就整体性差。 啊,就这两点,其实是。 对它的这个分数影响还是挺大的。 就是给一个82,也很尬啊。 也没有办法,也没有很好的办法。 然后,还有两个这个。 勇力赚书啊,这是郑成功造的钱。 就是郑家在台湾造的。 勇力赚书啊,这个80分其实品价还是蛮好的。 嗯,我觉得现在华夏最近平的真的是有点严。 啊,真的是有点严。 这种品项就给了个80。 啊,可以看到这个品项的这个字口状态。 背后背。 声音啊,都是非常好的东西。 啊,就给了个828080分。 我心里觉得这个82是很稳的。 然后,我博一下能不能85。 85其实就没啥机会。 最后82都没有啊,给了个80。 是我使用不及的。 这个呢,我觉得给个80问题应该不大。 因为它的,前臂的这个整体的轮廓还是在的。 就是前臂整体轮廓。 没有伤,就是没有大的伤,没有大的磕碰。 然后整体轮廓不错,然后稍微自口有点糊。 啊,大家可以看到啊。 稍微自口有点糊。 啊,背还是不错的。 也没有什么毛病,也没有什么磕碰。 就这样一个勇力转输。 声音也非常好。 然后,就这种状态。 就是我觉得,就给个80分很轻松的。 就公勃的话,能不能给个82都是可以的。 啊,就是这个是,真的是随便给的。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。 就是,只是说有点糊,自口有点弱。 一个铸造工艺的问题。 然后,就给了一个78分。 78分的话,一般都有点小缺陷,才会给78。 我这个是真的一点缺陷都没有。 啊,就是文字它,天然有点糊嘛。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。 对,而且就是糊的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。 像这种一般80分,还是可以给的。 但是它没有给。 所以说,这两个都是我自己估分。 我估的是一个82,一个80。 我把这两个B买下来。 结果打出来一个78,一个80。 78,一个80。 我觉得很,很大的。 就很大。 啊,亏钱是应该不会亏,因为是A级的嘛。 卖1000块钱就行了。 嗯,那还有一个这个。 今天的分数还是有点忧伤啊。 这个是保82,忘85的。 结果,给了个82。 只没有一点,没有碰到85。 按照道理,我觉得就是边阔边轮,没有任何伤,没有任何磕碰。 然后,字口清楚清晰。 个别的地方,一点点小活,一点点清理。 这个问题是不大的。 啊,华夏是可以给85的。 你看我去年那个24股兽啊。 还有另外一个2700买的20局啊。 就是那个,就是12成条啊。 都是给的,华夏都是给的85啊。 最后都是赚几个大,翻倍的价格。 然后,82的话就很难卖。 对,老板看不上,普通人买不起。 他的境地就很尴尬。 对,普通人就花1000块钱买一个十条, 82的话1000块钱。 这个档次就已经远远超过了。 因为收藏这个行业,你要么做最垃圾,要么做最好, 就是最顶级。 就都有消费者。 但是,中间段是没有消费者的。 就是没有人玩性价比的。 对,这种东西就很麻烦。 如果你给个85,他收藏级的,就是那帮人会玩。 那对于他们来说,就是12生肖的入门级就是5000左右。 5000多,就是入门的。 那像这个,我买回来2000多。 如果博出来个85,卖个5000块钱左右。 就相当于一个入门级的,勉勉强强的。 人家能接受,就很好卖。 如果说,就是直接买来就是800,900的, 然后华夏给个80,就是刚刚玩的那种能买的, 那就是1000块钱多一点。 也很好卖。 但像这种2000多的,就很尴尬。 成本2000多,卖的话还得想着卖3000。 就有钱的老板他也看不上。 没钱的,当入门的呢,也不会买。 所以说这种钱就很尴尬。 对啊,就是没有定位了啊。 行,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扯这么多。 谢谢大家观看。 拜拜。 neЕН 齐